作者 老谭近期 日本在夺岛问题 伤可为动作频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 一副对北方四岛制在必得之事 早前不久 日俄两国还举行了防长和外长参加的2加2高级别会谈 日本也是直奔争一岛屿 不过 无论日本方面跳得如何热闹 但俄罗斯却寸步不让 只逼得日本方面直呼要武力夺岛 而今 俄罗斯一动作直接让日本断了夺岛的梦想 据观察者 网8月6日原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趁针对前期俄罗斯在南前岛群岛上建立海军军事基地 并在国后岛和翟州岛上部署单核堡垒 海防系统以及部署空天军兼击航空兵 且上周已有俄多用途坚基基苏35S机组 成员开始在亚斯内机场进行试验战斗值班等做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坚一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日本已就有关南前岛群岛部署坚基基仪式 通过日铸莫斯科大使馆 向俄罗斯外交部发出了抗议 不过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状况 日本抗议无效 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 而俄罗斯称为南前岛群岛的争议岛屿 因为归属问题 日俄两国之间一直争论不休 日本一直有夺岛主张 而俄罗斯同样以国际法为依据 趁对四岛的主权不容置疑 而今 俄罗斯已经在岛上通过不断强化军事部署 使得整以岛屿在很大程度 上来说被俄罗斯实际控制 也是日本一直以来的夺岛主张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可以肯定的是 凭借着日本的几声不痛不痒的抗议 要夺回北方四岛也无可能 其实日本在夺岛问题上 还是想尽了办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出面不惜挨下身 断向俄罗斯示好 其目的就是为了收回北方四岛 在各种国际场合 只要一有机会 日本方面就要往夺岛方面想 至于日本与美国多次进行夺岛训练 其目的很大程度上 就是想提高日本自卫队的夺岛能力 倒是一举拿下争议岛屿 而且就在早前几天 日本方面居然还有70多名军人乔装打扮混入该岛 被俄罗斯全部活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